他8岁斩获金马奖,24岁嫁入豪门后却因王祖贤离婚,后来独自创业赚了百亿身家,如今61岁活得潇洒。 穷瑶女郎大家可能都能说出个一二,但穷瑶童星也许就没听过,1964年,金马奖颁出了第四届最佳童星奖,而这个童星年仅8岁,不仅如此,隔年还评级我女若兰又拿下了第五届金马奖和第十三届亚洲营展的同样奖项。 她也因此被誉为当代的天才童星,少女时期的她更是活跃在荧幕,只是后来随着林青霞、林凤娇的出现,她渐渐沦为了女二,但她的美貌与才华连林青霞都羡慕。 美人总是不乏追求者,作为当时青岛无数少男少女的谢玲玲来说,更是如此。 其中,香港富商林建月便是对她疯狂痴迷,为了追求她,几乎每天陪她游玩。 女人总是这样容易被打动,24岁谢玲玲正是青春年少事业当红之时,却毅然地决定嫁给这个男人。 就这样谢玲玲放下身段,安心地做起了家庭主妇,更是为林家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包括一对龙凤娇。 嫁进林家多年,谢玲玲一直深受恐怖的喜爱,儿女也孝顺听话,这对她来说算是人生最大的满足了,可偏偏这种美好毁在了丈夫的手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魔力,谢玲玲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青春活力的少女了,这样渐渐老去的容颜让丈夫开始厌倦,于是开始在外面捻花惹草,最让她忍受不了的是丈夫与王祖贤那沸腾相交的热恋,全程皆知,让她更是难堪。 她忍受不了丈夫的这种背叛,她也不像有些女的一样选择忍气吞声,美其名曰为孩子,其实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纵使公公婆婆百般哭流,她还是不改心意。 公公婆婆始终只认谢玲玲这一个媳妇,婆婆还说她永远是我们邻家的媳妇,由此可见谢玲玲在邻家的地位。 但面对谢玲玲如此的决心,她们二劳也没办法留住,怀着对儿媳的歉意,婆婆给了谢玲玲近4亿港币,约台币15亿元,的分手费作为不偿。 于是谢玲玲独自带着孩子离开了邻家,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去看望公公婆婆,在婆婆九十大寿时,还亲自侦查跪拜,那画面俨然就是亲生子女一样。 谢玲玲玲是一个睿直的女人,离开邻家后,她独自创业,如今的她投资房地产获利颇多,已是个商场女强人,2007年还曾出席中国金基百花电影节,担任颁奖贵宾,可见其影响力与知名度。 谢玲玲玲离 верх name 谢玲玲玲已经62岁了,相比以前,她反而更加的端着优雅,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成熟女人的味道,再看看身财脸蛋,依然保养得那么好。 60多岁了还能和儿女们一起去滑雪 确实是佩服又羡慕 女人就应该活成这个样子 永远不要想着靠别人 只有靠自己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